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上面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它是匿名的 匿名的意思也就是说 随时你想要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不用像举手发问一样 有时候要打个六折七折什么 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个可以按赞 也就是说如果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那你就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赞数量高的 它会自动浮到上面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看到这个问题 它浮到上面的时候 就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听这个问题 那最新的问题会跑在它的右下角 那我要讲的内容 在接下来从现在是25分到11点 大概45左右吧 的这段时间 完全是靠各位问问题来决定的 所以如果各位不问问题的话 像现在这个上面是空白的情况 我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讲 那所以就是还是大家要 现在试着想一些问题PO上去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大眼瞪小眼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跟旁边的人 应该有两米的距离 所以我还是把口罩拿下来一下 好 那所以没有人要问问题嘛 如果没有人要问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就会进入一段 那个静默的时间了 OK 刚刚因为不小心 这个预设切到投票那边了 所以这个相信有很多人 正在key一半 然后发现送不出来 不过呢 刚刚稍微调整一下之后 就可以送得出来了 所以从现在才开始起算 我们已经有22位朋友们 这个说早安啊 或者是问我早餐吃什么 那跟大家报告 我早餐只喝了咖啡而已 我还没有吃早餐 那我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喝了防弹咖啡 现在是美式的冰咖啡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早餐 好的 那有22位朋友们问说 头发留多久了 我上一次剪头发 应该是大概半年前吧 所以是已经接近半年了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有2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我是不是真的会控制脑坡 是的 我真的会控制脑坡 不过我只会控制我自己的脑坡了 那我控制自己脑坡的方法 有很多嘛 大家可能知道 我每天一定要睡到8小时 这是一种控制的方法 或者是说 我如果看到网路上面 有一些让我不开心的 这个留言啊等等的话 我就跑去这个深呼吸一下 然后在我家厨房 大概有20几种不同的茶包 里面C20取2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排列组合 然后它有两种 之前没有混合过的 放到热水里面 然后喝一口茶 然后回去 然后回应它里面 有建设性的部分 也就是它留言可能100个字 那95个字都是人身攻击 只有5个字是有建设性的 那我就去回答那5个字说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发型的指教 确实很久没有剪头发了 那接下来就去剪一下之类 那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 原来只有有建设性的部分 才能够得到我的回应 那这样子的话 自然我下次再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什么茶包 混什么茶包 像薄荷或牛棒这样子的味道 然后心里就会觉得很开心 那这样子也是一种 控制脑坡的方法 所以我的控制脑坡 都是对着自己 并没有对着各位的意思 请各位明察 有59位朋友们问说 觉得台湾的政治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非常好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政治 在之前一直都有一种 就是好像非黑即白 非蓝即绿 非这边就是那边 等等的这样一种 两极化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台湾的政治有这样子 基本上任何的民主国家 在看到社群媒体的时代 也就是说本来还有所谓的平衡报道 你左边一个版面 右边一个版面 看起来好像可以互相平衡 但是现在就会变成是说 你是靠手机往上滑 往下滑 来互相平和 那其实大部分 就是看了第一个荧幕之后 再往上滑 其实都没有真的在看了 可能已经是在 就是想到要怎么分享等等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自然丧失了一个平衡的能力之后 就很容易在脑里面形成一个 先入为主的成见 就变成没有办法选没一边这样 而是说第一个看到什么 觉得很有道理 而且是甚至是让你觉得一分天鹰 这样一种愤怒的情况的时候 就会自然地把它分享出去 这个俗称出征 就是说把这样子一个愤怒的能量 导向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 那这样的情况下 自然另外一边感觉上 就好像飞我足累 所以其实就是记者 有很认真写了平衡报道 其实你卷到下一个荧幕就有了 但其实已经不会再去看了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会使得两极化的情况 越来越容易发生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况 也想了很多方法 怎么样让媒体 可以不要anti-social 可以pro-social 就同样是social media 它可不可以让大家 更能够亲社会 而不是更反社会 那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 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确实是 目前只要是民主政体 大概都碰到一个 最大的一个问题 有80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数位身份证 有什么看法 那我就知道 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有带 数位身份证来 那这个是样卡 所以这位是陈晓明 这位是陈晓琳 好 那然后这个样卡 就是我们的期待卡样卡 并没有什么防伪标志 什么之类 所以请不要现在开始说 上面没有看到国旗 因为它是功能卡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两张卡的背面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一个是有点类似 像护照一样 它有机器可以读取的 季度码 然后还有一个晶片 那另外一个呢 则是用一个非常高明的 类比科技 叫做胶带 把这个季度码 跟晶片贴了起来 那也就是说 用类比的手段 来解决数位的问题 我想这里要讲的 特别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 纸本身份证 叫做六代卡 那六代卡 它有很重要的一个 个资问题 就是只要翻到背面 它就有别人的个资 就是各位双亲的个资 或者如果有配偶的话 有配偶的名字 而且还有他们的户籍地 所以也就是说 每次你去换证的时候 除非你能够确保说 就是换证的那位朋友 不会把你的身份证 翻到背面 不然的话 你那个时候 立刻就已经构成了 对于不是你的人的 个资的侵害 这个是护照所没有 因为护照上面 就只有你自己的资讯而已 所以其实六代卡 有很大的个资问题 那再加上说 在就是安全的保护上面 它当时的保固只有十年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 那个伪造的成本 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 现在它已经用到 第十五年了 其实很容易伪造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 在办很多的 比较重要的 像开户 或者是办手机门号的时候 都要求双证件 就是因为身份证 本身已经没有办法 证明说它是不能伪造的 那甚至像你线上银行 开户 如果大家有办过 Line Bank什么的话 用手机拍身份证 这件事情 他们告诉我说 已经有百分之十到十五 就是其实是伪造的 可是用手机拍起来 看起来一模一样 的这个情况 所以六代的卡 已经到一个 非患不可的一个情况 但是七代卡呢 要不要有这个晶片 要不要有基督 确实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内政部 现在就有通过 这样子一个 他们已经预告过了 所以应该是蛮确定的 一个法规 这个是我办公室 人爱陆三段99号 跟身份证一点关系没有 那我找一下 这个 这里 所以他已经说 按照 国民身份的 及户口名部 各式内容 制发相片 以向党建制 管理办法的草案 执行业务的时候 其实查验卡面资料 就已经可以辨识 国民身份的真位 或者个人身份 所以不得强制要求 读取晶片 读取缉读 或者卡片序号 简单来讲 就是说 任何的公共服务也好 经济部门的服务也好 如果是强迫 去使用晶片 逼着这个人 要把贴纸撕掉的话 那他其实是犯法的 事实上是可以犯强制罪 是公诉罪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不想要运用 他的数位部分的 就把它贴掉 就不要使用 那如果觉得 数位部分比较方便的 好比像说他的名字 比较复杂 是喊用字 或者是原住民族朋友们 他就是名字比较长 然后很容易 这个拼音被拼错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透过 就是机械读取 他确实可以省一些时间 也比较不容易味造 但这个是up in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才使用 并没有任何人 能够逼着你使用 但是主要还是要把 六代卡的这个 对于隐私 以及对于很容易味造 这两个问题 把它解决掉 那不过 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说 一定要全面换发 或者什么时候 全面换发 那一切都是靠 就是在明年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看新住室的朋友们 在试用之后 告诉我们有哪些 还可以调整的 我们经过 全面的检讨之后 大家觉得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来进行换发 那OK 有时候那个就是 最新问题那边 会开始聊起来 那个是属于 就是正常能量释放 那所以像 船馆戏草的朋友 都很帅 或者是说 会不会想要参加 新说场 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之类的 这些大概都是 都是或者是说 潘委员可不可以念一次 这个QQ呢 好喝到面铺茶 等等 这都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请大家这个就是 好好的这个看待 那有一些就是属于 可能我对特定人 业配啊等等的 大家就看着就好 我是不会这个 祝何冠业生日快乐的 OK 有86位朋友 问说怎么看待 这个中天关台 事实上中天的关台 也就是中天的开台 那中天的开台 在YouTube上面 现在已经超过200万 正在往300万迈进 那而且他们真的 因此变得非常的 互动性非常高 好比像说 会把PTT直接投影出来 然后直接开始 跟PTT相名的留言互动啊 那或者是说 就是直接跟直播留言的 朋友们进行互动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倒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之前很多的新闻媒体 来问我说 他怎么样往全媒体 去进行转型的时候 我都说 你都已经开了直播 你就是要看留言 就是要去跟他回应 去跟他互动嘛 不然人家看你的录影就好了 这个直播有跟没有 是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 有听进去的呢 有一些 但是其实是属于少数 但是现在相信 这个在中天 这样子 这个所谓的由创而新 但这样子一个创新的过程之后 大家都会发现说 这样子那个engagement 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事实上 因为我礼拜天 这个固定 每个月会两次回去淡水 那我们这家是眷村嘛 眷村搬到淡水 新市镇 所以真的是我妈 很多的这个 就是亲朋好友 都在那边当这个客户服务 因为就是眷村的朋友们 很想要看中天 那以前他不会使用YouTube 那也不会安装下载APP 软体啊什么之类 那所以突然之间 他们都变成 必须要做客户服务的工作 就是确保他们 真的能够看到直播 而且及时的互动啊 打赏啊 留言啊 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 就是所谓的数位的基本的教育 也是非常有全年龄向的这样一个帮助 可以就好像当时那个穿云界那个APP 可以让就是我们的长照 节省很多成本 因为很多的高年龄的朋友们 都因此愿意动员起来 愿意出门 愿意去做社会参与 那我想接下来也会引起一颗新的 就是真正全媒体的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至于如果有人问我NCC职权的话 我就会一律说那是独立机关 我是没有办法评论的 好 那有7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这个职业最让我头痛的是什么 并没有任何让我头痛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是兴趣使然的政委 就是说我担任这个工作是做好玩的 那所以哪一天这个没有乐趣了 那就不会做 但是目前因为我的乐趣 一直都是在不同的立场里面 整合出共同的价值 然后再透过创新去确保说 这个价值能够对所有人 都适用而不是说牺牲掉一小部分人 那我们在今年就是很多嘛 好比像说防疫的过程没有lockdown 或者是做假讯息危害防治的过程 没有take down等等的这个做法 大概都是让大家发现说 透过像往期网络中 开放式多方利害关系人论坛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让各方都可以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 所以我是觉得目前并没有任何头痛的部分 不过这个也是因为 这是所谓的sampling bias 取样谬误 因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虽然有12个不同的部会 都有派常任文官来 我这边就是担任这个叫做 其实叫做戒调 但事实上我并不给他下命令 他也不能给我下命令 大家都是就是横向的这样子一种关系 但是呢 我们有32个部会嘛 所以这里面表示说 其实有20个部会 只是他比较有点好像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并没有派人全时间来这边 用这种开放式的方式工作 所以虽然跟民生比较有关的 好比像说文化 教育 通船 或者是法律 就是等等 这些财政 大概外交 因为有公众外交 大概都有同人在我们办公室 但是好比像说国防部 就没有人在我办公室 所以我对国防一点概念都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自然有很多头痛的事情 是不会跑到我这边来的 那这也是 就是一开始 就是讲说 我是voluntary association 大概就是因资源而结合 这样子一个好处 那有76位朋友们问说 像请问唐伟勇 要怎么样 可以跟我一样有自信 非常好一个问题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要睡够8小时 那就是如果你没有睡满8小时的话 那你就是昨天的那些输入的短期记忆 其实并没有真正写入长期记忆 也没有真的整合变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好像一些断检残篇 在你醒来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有一部分的时间 因为在睡梦里没有处理完 好像在背景运行CPU城市一样 所以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脑里就会有很多声音 在那边七嘴八声 因为就是昨天还没有消化完 那但是如果只是你是睡到自然醒 而且有睡过8小时的话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这些声音都已经整合了 所以在讲话的时候 我现在脑里并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在那边说话 那这个时候感觉上 当然就非常的有自信 有7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昨天的一日行程 睡前我会不会重新思考一天的成果呢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有开那个睡眠记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昨天的行程是睡了八小时又零五分钟 八小时又零五分钟 然后是从九点四十五分睡到早上六点三十分 所以这是我昨天这个最重要的行程 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那昨天我是醒来之后 先到张师大演讲 那然后演讲的题目也是有点像 今天这样子是用slido 大家一起决定的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在台中就是精密机械工业 去参与一个叫做T大使的开幕 那T大使就是让就是应届的毕业生 或刚毕业不久的朋友们 实际的在我们的中小企业里面去参与数位转型 但是在有拿到国际证照 而且五个人一般是在一个 大家有业师指导的情况下 长达半年的这样一个实习 但并不是班人好像被人就是忽来换去的那种实习生 而是各位都是digital native 就是数位的原住民族 所以是好像大使一样的去引导这些 可能正在面临二代或三代接班 传承的困难的这些中小企业 去看到数位思考的这个方向 不过我讲这一大堆 可能还不如提醒大家说 这个就是我有一次扮成多拉A梦 就是苗凤的那支影片来的有用 所以就是苗凤见面会 然后接下来是下午去台北日桥学校演讲 然后碰到一个很棒的日文口译 所以就是回答了很多问题 比方说日本跟台湾到底是什么关系之类之类 那我就说什么一百万年以来 我们就是在那个欧亚这个大陆 跟菲律宾海板块火山湖 这个天灾地震什么东西之类之类 反正有一套讲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永峰金控去演讲 那大家感兴趣的就是 小比方Open Banking Fintech数位转型 那接下来就是跟OSMI讨论一个 就是我们他已经有做一个 就是晶片护照的一个辨识的APP 那他想要在New EID上面使用 进行技术上跟资安的讨论 然后最后就是在晚上大概八点左右 去跟一群叫做Interesting People的人 那就是一些早期做忘记网路的一些前辈吧 分享我们现在把他们当年的忘记网路 这种精神怎么样应用在实际的治理上面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就是很 就是平常的一天了 大概是如此 睡前当然是会重新思考 一天的成果 但并不是有意识的 它是在就是半盲半醒之间来发声的 宿舍楼下有人尖叫 不能够睡八小时要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就是比较有钱的话 我会推荐主动抗噪式的耳机 那如果比较没有钱的话 其实耳塞 它有时候那个作用 比主动抗噪式耳机还要好 那如果这个你可以两个 就是一起用的话 那当然也是很棒的 那所以就是就是 欢迎善用这个类比方法 就是耳塞了 来就是取代数位的这个问题 有129位朋友 哇那就是几乎所有人了 129位朋友想要问说 认为一个学期六万块的学费 是不是太贵 那这个问题似乎好像不是应该 我来回答 而是应该效务同仁来回答才对 因为毕竟我并没有这个议程的 这个设定权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说我在大学旁听 是从来没有学过学 就是付过学费的 然后也从来不需要这个拿这个征兆 那所以各位也可以考虑 就是现在就中错 然后改成旁听的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有效的一学期 省下留完块钱的学费 那然后这个好像是会被当成媒体试读课程播出去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剪掉 但是假设不会被剪掉的话 这个确实是我自己参与训练国家 就是新课纲的一个核心想法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高中之后 就一定要念大学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大学的很多 素养导向的选修的 校定必修的 加深加广的等等 都已经放到高中端了 所以理论上就是高中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子 好像就是一定要念个大学 才能够所谓出社会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当然我是就是中二 就是过中二年级 就已经辍学出社会了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到高三的时候 理论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那我一直是觉得说 如果是高三 然后就所谓的出社会 然后好比像说参与刚刚讲的T大师 会相当于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些社区工作 那不管如何 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 你才会真正有一个问题意识 觉得说是带着那个问题意识 回来寻求学术社群对你的帮助 那这个时候你跟老师 就是平起平坐的 他有问题意识 他有他自己的研究议程 你也有你的问题意识 你也有你自己的研究议程 这个看很多EMBA 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从大学里面可以活到的 对不起 学到的 但是也是活到的 是多很多的 因为这个就是在所谓的Living Lab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问题意识 在这个校园所能够达到的地方 去进行实证 那当然如果在座 各位都已经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当然就很棒 那大学是非常适合你们 但是如果是当时就是家长觉得说 你就是无论如何先念个大学的话 那很快就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之后18岁就算成年了 你就不用理你家长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会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朋友 是真的带着问题意识 才来念大学了 而不是因为要念大学 才念大学 那如果带着问题意识来的话 其实以业界的标准 其实一个学习6万块 其实真的蛮便宜的 那有88位朋友们说 听说你小学就会算为积分 国中就能背出全部的圆周率 而且甚至我的密码 还是圆周率最后的八位数呢 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当然是所谓的这个乡野传闻 不要当真 那原因是因为 我就是已经抛弃掉 我的包含这一次的演讲在内 全部的著作的财产权 甚至包含肖像权 人格权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就是合成我的照片的东西 在那边推销各种各样的 什么唐凤过台湾 脑破更天 什么东西 那个课委会做这个的时候 没有问过我 从来没有问过我 这个中期处把我弄成什么 天空遥控 大家去就是去订三倍券 也没有问过我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是把自己看成 我已经死掉70年了 不过在台湾应该是死掉50年 但无论如何 就是说那个著作权已经expire了 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好像说唐凤这两个字 是我专属的 大家都非常欢迎去二创区 甚至像日本的饶舌乐团 去做成饶舌歌 什么 我都是觉得相当棒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把自己当做公共财 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子 包含什么援助力 最后八位 什么之类的 这个大概都是跟我 这个实际的人 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确实是有一种 创作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是带着一种 欣赏的这种感觉 在这边算 但是其实小学 我是会写微积分的程式 并不是手动地去算微积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透过电脑 确实是可以达到 好像心灵的脚踏车一样 有八十六位朋友问说 请问唐凤可不可以讲话慢一点点 我们可以听得比较清楚 谢谢您 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讲话也是可以非常的慢 甚至是好像就是 彩哥冰朗那样子 把破折号都念出来 也是没有问题 而且一个词组只能有两个字 这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为了稍微平衡一下 就是想要听比较完整的论述的朋友 以及真的觉得我讲太快的朋友 因为毕竟这个只有八十九票 又不是一百多票 所以我们接下来稍微折中一下 就是我讲话还是很快 但是呢 在逗号的地方 会多停一下 会停一个全型逗号 那么多的时间 不会像刚才一样 好像一个半型逗号 或者甚至只有四分之一拍的音符 你看也有人说不会很快 对不对 我们马上有这个平衡报道 非常高兴 有位朋友说 可不可以讲话变成二点五倍的速度 那当然是可以 但是就是没有要这样做 那有八十四位朋友问说 你对莱珠的看法 问好 我会觉得我们这一次碰到莱珠这个题目的时候 已经比起之前来牛那个议题的时候 让我觉得比较不像是好像二元对立的情况 在当时真的是就是全面挺跟全面反 好像中间完全没有交集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看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各部会也好 或者是一些民间的社会部门也好 也许一部分是因为有了蛮良好的什么口罩地图啊 透明足迹少了再买啊 等等的这些经验 大家都发现说 如果有参与式的验证的一种方式 不是只是第三方的 你相信他就好的验证组织 而是第二方的就好像你在药局排队买口罩 你可以透过口罩地图看到排在你前面的人到底是拿了十片 还是二十片的儿童口罩 而且如果他发现他拿了负二十片就是库存反而上涨的话 你马上就打1922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是可以实际的去验证 用所谓的标章 他的商店 他的经纬度 他的流向 或者是说实际的进口商 他要怎么样子标明 这些标明怎么样透过QR Code 好比像说我们的生产履历啊 这个已经 我前两天才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在Twitter上面 po了说 他去吃好像一个buffet自助餐 但是呢里面有一道什么 好像煎鱼吧之类 那个鱼他有一个产销履历 他在拿以前先扫了QR Code 发现这只鱼两天前吃了什么饲料 都在他的手机上可以看到 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 他看完之后就不是很想吃那只鱼了 因为跟那只鱼好像比较有感情 那所以这也是很棒的 因为我不吃脊椎动物 那所以也欢迎大家都加入吃未来肉的 或者合成肉的这样子一个行列 Anyway对不起我泡题了 回来所以意思就是说 透过就是QR Code N章EQ 或者是参与式验证的方法 那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有交集 就是说让大家可以确保说 他的流向 他的管制等等 都不是卫福部说了算 农委会说了算 而是每一个部会 都要提供他自己的图层 让大家都可以在实际 就是不管吃饭的时候 购物的时候等等 他知道不只是他的价格 而是他的价值 他的价值也包含他的外部性 那这个外部性里面 就包含大家所关心的食物添加剂 塞料添加剂 等等这些活动 如果鱼可以做得到 当然猪也应该要可以做得到 2.5倍速是吧 有80%的朋友们问说 我一下前回来认为 中天新闻关台是NC 对于言论自由的封杀 还是限制假新闻产出的 正确策略 那我想大概都不是 它既不是对于言论自由的封杀 也不是限制假新闻产出的策略 不管正确或者是不正确 因为事实上 以我对NCC的这个理解 他们所说的只是说 本来他们的营运里面 对于新闻的产出的流程 做过一些承诺 以及实际上 有没有达到这些承诺而已 它全部就是做这样子一个判断 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 在口语上面 去用假新闻三个字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在中文是很麻烦 因为news也叫新闻 journalism也叫做新闻业 新闻学或者新闻工作 也就是说根本就是同一个字 以至于说 你没有办法讲假新闻三个字 而有一致的操作型定义 对有一些人来讲 假新闻指的是 不是新闻工作者 它冒充成新闻工作者 这叫假新闻 那又有一些朋友们认为 它是新闻工作者 但是产生出来的不符合事实 这个它把它叫假新闻 甚至也有很多朋友认为说 新闻工作者产生出来的 这些确实是事实 没有错 但是被编辑随便下了一个假的标题 然后以至于就标题杀人 带风向过去了 这个也被叫做假新闻 但是大家想一想就会知道 这三种所谓的假新闻 操作型定义上不重叠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难去 进行就事论式的讨论 这就是为什么 我都不用假新闻三个字 而是用所谓的假讯息 或假讯息危害 或者infodemic 假讯息危害防治 那假讯息危害防治 这个就有操作型定义 它就是恶意的 就是故意的 然后不实的造成公共的危害 而不是只有对一个人名誉的危害 那个就是很棒的新闻工作而已 所以就是说恶假害 然后这个害又是公害 这三个都成立 那它才能够说是假讯息的危害 那这个已经在台湾是一个很明确 由罗宾成老师政委所定义出来的 那现在在各个不同的法律里面 也大概都已经切齐了 是这样子一种定义 那要怎么样 不要有这种恶意的假讯息的危害出现 其实绝大部分还是靠社会部门 能够有媒体的素养 也就是说能够看到 不管是任何一个来的讯息 它长的样子 是不是像是假讯息 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民音的工程 好比像说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们知道有222原则 各个部会每次看到R值大于1 就是平均一个人会分享到超过一个人 的这些谣言在流传的时候 那不要等到就是有意识 把它变成公共危害的朋友们 就是把它变成大家都看得到的 在它还没有就是够exponential 当它R值我们看到大于1 但是还没有传播到所有人的时候 在黄金两小时之内 就要出两种不同的格式 那然后每个都是200字之内 去进行这个民音辟谣的工作 那所以好比像说 当时就有一个R值大于1的 叫做七天之内重复染法 烫法会罚一百万 那所以就是假的嘛 那所以我们苏志昂院长就 请来了年轻的时候的他自己 然后还有头发的时候了 然后说就算他现在没有头发 也不会惩罚有头发的人 然后有一个一行小字说 这是针对药剂厂商标示的规定 不是美容业者后年七月才实施 不过呢染烫真的很伤头发 虽然不伤荷包了 那所以只要看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的苏院长就知道 一周内重复染烫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真的蛮好玩的 所以这样子一种想法 就是所谓的humor over rumor 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之后 这一张图本身 它不太需要额外的平衡 因为这张图本身 它已经承载了这个资料 就是那一行小字 那但是呢它又足够有梗 所以大家会分享出去 所以一旦就是这样子一种 欢乐的讯息有分享出去的话 那欢乐无法挡嘛 那就是首部的挡 不是正挡的挡 对就是欢乐没有办法阻挡 所以欢乐的儿子 就会比就是所谓的义分天音啊 等等要来得高 那大家在欢乐的情况之下 就比较容易就事论事 来讨论一些事情 但是所有的这些 当然是靠着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以及协助他们的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MicroPen等人 那而且还有包含一个 先期的预警系统 就是Cofax 那Cofax叫真的假的嘛 那他们后来有跟趋势科技 有一些合作 所以趋势科技有一个防诈达人 那后来还有一个美玉仪嘛 美玉仪现在是Husco的一个产品嘛 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那所以就是透过像这种 先期预警的方式 让我们知道说 哪一些谣言的儿子 看起来超过一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并不是让它下架 而是确保说 大家都有一个就是平衡报道 但它是时间上的平衡报道 而且也是感受上面的平衡报道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就是做假讯息的危害防治的话 这个才比较是正确的策略 而不是靠着就是特定的 所谓的就是所谓中天新闻观台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的 那有8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听说我跟外星人对话过 是不是真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我是很仰慕一些就是外星人 好比像说Chris Hatfield 他有在就是国际太空站 曾经唱过一首歌 就是自己弹吉他 那叫做Space Oddity 是很仰慕他 那但是虽然我跟他有出席过同一个conference 但是我跟他还没有机会对话 那所以目前我还没有跟外星人对话的经验 那不过只要是各位有志成为外星人 未来都可以成为外星人了 我想太空人就是不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当很快 就是到就是地球外面去稍微观光一下等等 随着火箭技术 太空座技术等等这些技术 甚至未来这个太空电梯技术 VR遥控技术等等的这种发达 那大家都有当外星人的机会 所以也很期待未来跟各位就是 对成为外星人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对话 火星人也是外星人嘛 那有86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我参加博恩夜夜秀的感觉 那当然先首先讲说 我没有付博恩钱 博恩也没有付我钱 那这个纯粹是就是完全不本能的 那我参加他的秀的感觉 其实就是我们在事前 就是我还在那边书画的时候 他就跑来找我 然后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他就发现说 我讲话好像逗号都不需要换气 那其实是有换气的 只是因为我会换气在就是刚好逗号 刚开始的那个地方 那他的脑里还在处理我的前一句话 那所以没有机会来观察我换气 所以从他主观看起来好像我都没有换气一样 那所以他就说 那你可以就是这样子保持这样子讲话吗 我说可以啊 一直这样子都没有问题 那他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节目效果 就是说你在我节目上就一直这样子讲话 他想要做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后来我在博恩夜夜秀上面就讲话讲得特别快 那后来说什么放0.25倍速啊什么之类的 那都是事先set好的梗 所以这样子一录下来 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就是可以一直用我比较正常的速度讲话 但是当然就是那也是节目效果了 那所以后来也造成一些社会外部性 就是有很多主播啊来约我访谈的时候 都会实际上面在访纲上面先讲一句话 说可不可以不要像在博恩那边讲得那么快 那但是我都会说那个是节目效果 并不是这样子的 好的有88位朋友们问了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问题 对于网络上面的私刑正义有什么看法 就是对于所谓公审跟肉搜一些法律所没有处理到 或者无法处理到的人 是不是真的能够弥补法律所无法处理的事情 当然这里用弥补这两个字是很好的 因为好比像说举例来讲 相信有些朋友不管看维基百科还是看一些书 知道说我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就是八岁的时候 有被班上考第二名的同学霸凌 那这位同学呢他也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如果没有考到第一名回去 这个他家人会这个对他非常不好 那但是呢他怎么考都没有办法考到第一名 那所以只好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转移到我身上 那所以后来我就转学了 他也真的考到第一名了 不过实际上来看成绩并没有变好 那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不是事实上是这样 好那所以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难道我不会说想要就是肉搜那个人吗 或者说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吗 或者是之类的 那但是我大概都是说不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现在肉搜他 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三十几年 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就算我当时去诉诸乡民的正义 然后去要对他或者他的家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实物上面他并没有办法改变到 就是当时有很多家长 在意他的小孩在学校 一个班级里面的这个名次的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改变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只是去出征特定的人 或特定的群体去攻击他或贬低他 并没有办法弥补任何事情 唯一能够弥补的方法就是 去想说结构上怎么样让一个班级里面 人跟人的竞争 不要变成求学过程里面 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创伤 共同的trauma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小学二年级休学之后 我在下学期休学嘛 那看了很多书 什么皮亚杰啊 这个萨提尔啊 蒙特索利啊等等 就是关于就是小孩成长的心理学啦 然后就搞清楚说 原来他脑里是这样一个结构 我本来搞不懂的 但是现在就搞懂了 搞懂了之后呢 就可以去投入教育改革的工作 那所以当然我自己也有参与 十二年国教科发会 那透过世信洋财这样子这种方式 而且也去改变我们的大考中心命题的方法 改变我们大学考招的方法 那现在还是有些会看校内的一些比赛的排名吧 那但是至少班级里面的第一名第二名 现在在胜序上面的重要性 比起我当年就是1989年 是低非常多了 所以意思就是这个结构性问题 再次出现的几率就有效的被降低了 那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弥补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网路上面这种outrage 就是indignation 就是看到不公益的事情 大家拔刀相助 这个是OK 但是这个刀是用来砍结构 不要用来砍人 大概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好 那有71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看待民粹主义 populism 我自己是觉得populism 它只要够popular 就是它让people的定义变多 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它是exclusionary populism 也就是说它把一部分人排除到people之外 那我就觉得它很有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有一股 很populist的movement 说18岁的朋友也应该要有投票权 其实你问我的话16岁就应该要有 但是没有关系一步一步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是不是populism 这说不定也是populism 因为它讲的是说 能够参与民主的人 是一般的被当作是 还没有成年的这些人 那但是这是不是对整个社会是好的 我觉得是好的 我觉得没有投票权的人 它让它有投票权 甚至是不太可能有投票权的人 好比像说在纽西兰有那个 Wananui河 它是一整条河流 那它比较不容易有投票权 可是他们已经想尽办法 变成说由当地的毛利族 然后跟一些就是科学家等等 去看说每一个董事会的决议 对这个河流到底会有好处 还是有坏处 所以他们把它弄出了一个法人格 就好像公司有法人格一样 它可以透过这个河流法人格 去加入董事会 还是可以投票 而且如果它受到污染等等 它还是可以去就是要求赔偿等等 所以它把就是原住民族的那个 就是自然人格权 自然法人格 变成法律化 变成一个法人 所以理论上也让这条河 也可以来投票等等 那像这种越来越popular的populism 我不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它并没有把任何人推翻掉 或者把任何人排除掉 但是如果变成说好像非我族类 我们要剥夺它的投票权 剥夺它的参与权 剥夺它的发声权 那就是不好的 所以大概我都是从 就是知识的正义或不正义的 这个角度去看populism 不是说populism一定是好的 或者是坏的 有三位朋友们认为 有一堆好问题都被垃圾讯息洗掉了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实况 就是只要是有言论自由 而且是没有实名认证 也不需要手机简讯认证 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但是呢 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你认为的好问题 跟大家认为的好问题 未必一样 那我也会觉得说 比较认真的问题 就值得我花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一方面各位有 所谓democratic agenda setting power 就是用民主的方式来设定议程 那但是我还是有我的行政裁量权 就是每一个第一名的问题 我要花几秒钟 所以这两个是稍微可以平衡一下的 不过司法权现在不在这边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面 它是靠不同的 就是权力的互相制衡 大概是这样 有73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啊 比起不断挑衅 所谓的中国 是否与其保持现状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不图不同 才是最佳的方式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position 就是在新石器时代 台湾就已经独立了 这个应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对 那当时就是因为气候的变迁的关系 所以海峡的水位上涨 那所以本来如果在澎湖 好像还有那个马的化石 就是本来是就是陆地的动物 是可以迁徙的 那但是当这个海峡的就是水位上涨之后 那台湾就独立了 不过这是事实啊 就是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的事情 那所以我是独立于那个欧亚大陆 这个核先续名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事实 那我们就是按照实际的事实的方式来讨论 就像昨天那个就是在日桥学校 也有日本问说 那日本跟台湾是什么关系 我就说都是火珊瑚 所以就是有事没事就会有地震的这种关系 那这个地震当然不管是他们地震 还是我们地震 大家都感同身受 因为大家都有感受到地震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两个板块的冲击之下了 那不但我们的建筑物是很resilient 就是很有弹性有恢复力 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定神天这种想法 那但是呢 我们在有恢复力的同时 我们的心灵也很有恢复力啊 所以就好像每一次地震之后 玉山又稍微高一点点 每年现在还是在往星空的方向 往太空人外星人的方向 长两公分三公分 那所以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才是真的了 就是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 所谓的transculturalism 可以跨文化地去看 任何目前正在发生的冲突 那这个并不是对特定的政治实体的挑衅 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就是有人类以来 一直存在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要不断地去跟各种不同的文化层 以及各种不同的天灾 还有板块 还有台风 来进行处理 那所以这个现状也是维持了非常非常久 可能是已经上万年了 那所以当然维持这个现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要特别讲说这个现状并不是因为说 这个所谓的不独不同 而是说大家都是从就是东非来的嘛 我也有去那个祖国就是伊索比亚 我也有去寻根 那也有去路西的那个 就是大家都路西子孙嘛 不要分那么细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族 我就说人族 等等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是在这个普世的价值里面去运作 而不是说去框定说我们去跟所谓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关系在上面运作 因为我们自己在这尤其是民主化以来累积的这些普世的增验 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infodemic with no takedown pandemic with no lockdown 这个是全世界都需要的 这也不是特别一定要经过或者不经过PRC才能够传递出去的 所以大概这个我也不觉得是挑衅了 但是当然对于PRC的一些朋友来讲就是光是存在就让他们觉得挑衅了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能需要一些就是mental health方面的帮助 那但是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责任说真的 那有72位朋友问说 台湾人的世代之间的裂痕在不断的扩大 其中政治占了很大的原因 许多长辈都会喜欢说上一号 你们年轻人都 或者下一号 那我们这个时代的也都会说上一号 那些老人不会找上一号 那请问委员觉得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比较适当 或者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自己的话大概就是确保说 我在开发这些数位服务等等的时候 我都会去找我阿嬷 那我阿嬷是已经88 快要90岁了 那她是对于试这些新的东西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她也会在她的就是community 她的社区里面找到就是对某个议题特别感兴趣的KOL 那好比像说在之前就是口罩生命制的时候 那我们不是在药局排队吗 那后来就想说那道便利商店插卡 那我们当时的概念是用提款机 你可以用你的金融卡包含邮局的金融卡 按了密码之后荧幕上说扣52块钱就按转账 扣了52块钱之后凭那个就是那叫收据嘛 感热纸那个收据 你就可以在一个礼拜或者三天之后 到同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来领取口罩 那其实那一套是非常的顺 那资案啊什么上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但是呢在试用的时候呢 我还是照例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跟阿嬷联络嘛 不管是打电话聊个半小时一小时 或者时机去淡水找她 那她就说她觉得我应该先听她的一位年轻朋友的这个意见 因为这个年轻朋友对我们口罩实名制很有看法 她的年轻朋友就是77岁的养奶奶 所以只有对她来讲年轻啦 对我来讲并不是特别年轻的一位朋友 那她的这位年轻朋友呢 要去药局排队 但她的身体不是很好 觉得到要去排队非常辛苦 所以一直都是对于这个指挥中心非常的不满的一位朋友 那所以呢我就约了她的时间 然后实际来测试这整套流程 那她就告诉我说 绝对不能够去按她的金融卡的密码 第一个她金融卡根本就不带出门 那而且她用的是存折比较多 而且最主要是165反诈骗专线的那个警语 会不断的就是在提款机上面提醒她 说你的就是前期间要转到别人的账户等等 所以虽然她的荧幕上面是写52 但是她脑里会加好几个零上去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硬要用提款机的话 她宁可回去药局排队 她这样跟我说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一定要有别的办法 所以后来我们就轴转嘛 轴转的意思就是放弃 然后转进啊 转进之后想了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同样是拿健保卡 然后去kiosk 那然后在iPhone那边去订购 那一家应该是Famiport 在Famiport那边订购 那但订购之后呢 她又说她没有手机 她只有平板 那我们就要看那个条码 能不能用平板来扫 然后呢她又说 她不想要用行动支付 因为如果是用所谓的敬劳卡 悠悠卡 她还是觉得里面存的钱会被扣光 所以她就是要拿出现金来 然后数52块给柜台 所以我们也把确定 把这样子一个付款流程走通 那这个走通之后 那她终于就愿意来采用 而且觉得比起比较远的药局 就在她家门口的便利商店 显然是比较舒服的 比较好的 那所以她就很愿意一传十 十传百 让整个社区的朋友都不要去药局排队 而去改式去便利商店 那所以这个瞬间 这个新的社会创新的儿子 就是十楼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讲这样子一个例子 原因就是说 其实最后就是这些长者们的智慧 是很有道理的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与其去提款机按几个键 那我直接去用这个Famipol 或者iBone或什么 确实是比较方便 而且是主要是 它跟药局的流程是比较相似的 那所以后来这样子的adoption rate 确实也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轻盈共创 还是很重要 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方向 你的价值大概都是对的 但是具体要怎么落实 怎么样让它的儿子变高 这个很多长者非常的有智慧 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轻盈共创 所谓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这样子的方式 来确保说长者的智慧 都能够进入我们的流程里面 好比像说之前 我们也有跟一位长者去进行轻盈共创 这位是我们故宫的院长 那他在上任的时候就说 他希望能够让故宫的 就是整个当务之急 能够变成使用者体验 比较好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meeting 那个meeting 我就是附身在一台iPad上面参加 那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后来呢 我们就用实际体验 现场访谈 我们让很多青年朋友们 很多是我们见习生去看 为什么长辈明明故宫 已经做了电子的这个 购票售票入场 但他们都还是要用纸本 那当然大家脑里都很容易 有一个既定印象 就是说老人都喜欢纸本 不喜欢扫QR Code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长辈他扫QR Code 因为他很会加LINE的朋友 比各位都厉害 那所以他不是这个QR Code不会用 而是他觉得QR Code的感应值要美化 这个如果不解释的话 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长辈们他去故宫 他不是只有去的那个意义 而是他回家要把那个票根 夹在日记里面 表示他有去过的这个意义 他要把这个票根 分享给餐桌上的 他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他的家人 表示他的这个visit是有意义 所以这个其实是类似一个 好像是我们在时间里面 下一个输签这样子一个作用 那但是QR Code的那个感热纸 看起来就不配故宫嘛 那就是他还会就是慢慢这个褪色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把感热纸做得比较好 意思就是说他用QR Code进场之后 他可以凭那个QR Code去纪念的那个柜台 那给他一个纪念品 他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票 但其实不是票 而是票根就是收据 那但是他可以客制化 甚至用烫金的方法印 甚至他最喜欢看的那几个展览 还可以把那几个展览的QR Code 印上去这样他拿回去之后给他家人分享 他家人只要扫这个QR Code 他看的这些东西就会进入动物森友会里面 那是所谓的O2O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这些长者来讲 扫QR Code并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他拿到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更有价值 所以数位化并不是无纸化 我们只要透过轻型控装的方式 那大概都可以去确保说 这个裂痕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然后所谓的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去面对这个裂痕 然后去找到说 有没有两个不同的世代 都能够接受了一些共同的一些价值 所以有具体的解决的一个方法 我们偶然还是回一些最新问题 线上开会的延迟会不会感到烦躁 当然会啊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尽可能都是两边都有光鲜的连结 那不过后来因为5G开台的关系 那所以我现在手上都有两个不同的5G的手机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即使是在我有一次是从台北开到宜兰的那个路上 除了隧道里面有就是当柜道4G之外 其他都是在5G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跟韩国的视讯就好像是光线一样 完全没有延迟 不会变成是说对方点头微笑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在点我上一句话的头 还是我这句话的头的这个情况 那也比较不会变成是说 我觉得我在看他眼睛 他觉得我在看他的脖子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总之就是只要有好的视讯设备加上低延迟的 不管是光线还是5G的频宽 那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到一个程度 那有74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政委对于世新的宿舍 涨价到别的学校的宿舍的两倍的这个看法 那我就想到说我去中山的时候 那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政委对于学校都是要脱掉我们学生的机车 有什么看法 那回应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没有什么context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 那各位大概也只是想要就是我讲出这句话 然后看看就是台下的校方有没有什么反应而已 所以也许之后校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最新回答这边 给一些反应 或者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学生会之类 进行讨论的一个做法 有73位朋友们问说 什么是社会创新 在台湾推动的方式或者是困难是怎么样 社会创新有一个很简单的记忆的方法 叫做众人之事 众人助之 就是对于大家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只要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而且可以混搭就是大家的想法 它是actionabl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connected 就是参与之后可以触类旁通传播出去 extensibl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再次改做开放式的创新 那这个就是叫做社会创新 那社会创新当然不是只有数位的社会创新 数位社会创新有很多嘛 比如说大家都很擅长使用的那个警字号 叫做hashtag 事实上它是2007年才发明的一个社会创新 Christmasina发明的 那它发明的时候也没有去请个什么专利 大家也不能请个什么专利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它 那大家就发现说在办的大型活动的时候 在救灾的时候 在各种各样的时候 把同一个字前面放进字号 就会变成好像一个虚拟的一个对话式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真的非常棒 那所以后来呢 这个社会部门的压力 让经济部门像推特不得不去实作主题标签的 这样一个功能 那当然当传到台湾之后 因为它extensible嘛 所以很多人都把它拿来当作粗体来使用 已经完全跟当年hashtag一点关系没有了 但是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毕竟是开放式创新嘛 就像珍珠奶茶这种创新一样 也没有说黑珍珠白珍珠哪一种才算珍珠奶茶 也没有说南非国宝茶不能够当作珍珠奶茶 也没有说豆奶不能当作牛奶什么之类 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component都是可以抽换的 但是到最后是有公共利益 hashtag当然是有公共利益的 那这个就是叫做社会创新 在台湾推动的方式或者困难是如何 我们推动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政府全力支持 但是绝对不主导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有一种 所谓国际民退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说好像民进有什么很好的主意 到最后就变成国家的啦 当然不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有一个社会创新平台 si.taiwan.gov.tw 那在社会创新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目前大概已经500个左右的社会创新的组织 那我们办法叫做组织就是因为它盘阔了几乎所有的组织形态 包含合作社 除去互助社 部落工法人 社团财团法人 有限合伙 公司 农会 以及大专院校等等 都可以算作社会创新的一种组织 那你要怎么证明说你有公共利益呢 你就是要把你主要做的事情扣合到17项永续发展目标之一 那这个其实如果大家有参加大学社会责任的话 其实已经不陌生 因为USR现在也是扣合到同样的一些永续发展目标上面 所以这是公共利益 那怎么样确保说你有扣合 而且大家都可以参与呢 就是有共同契约 有这个章程的揭露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确保这些组织 列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是有说到做到的 那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去看一个发展的地图 来看到说 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的三都 就是桃园 新北跟台北 都有他们地方的自愿检视报告书 所以只要按他们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看到 不只是他们的自愿检视报告 也是登记在那边的相关组织 目前正在主要解决什么永续发展的题目 那以及这些永续发展的题目 在全台湾或甚至全世界有哪些组织 那我们每年都会在社创中心去举办 所谓的总统被黑客送 那这也是社创方案的一部分 就是去鼓励这些社创组织 把他们最想要解决的问题 去把它分享出来 让大家一起解决 有一个许愿池 然后有一个平方投票法 一个创新的投票制度 这是今年的五个团队 那好比像说台湾好直地 就是透过AR 让大家把闲置空间都能够直接脑补成上面种满树的样子 然后他们也跟桃源市政府合作 去确保说真的在地的朋友会一起照顾这些树 Internet of trees的那个味道 那Circule Plus 可能大家已经有听过 就是凤茶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水壶 而不是出门再买宝特瓶 那大家带着水壶去就是注水的时候 其实好像玩宝可梦一样 可以跟就是在那个道馆附近的朋友 就是留言啊打卡啊换金币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呢它还会结合健康气象一起来 也就是如果突然间热到快40度 那你很可能中暑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app还会推播你说赶快去喝点水等等 那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就是data collection 那还有这个是透过智慧电表 它不需要让你在电冰箱啊或者冷气机啊 装特定的设备 它只单纯用你的智慧电表的数据 就可以告诉你说 那你家里很可能目前正在漏电的 或需要更新的是哪一个电器 因为每个电器用电的pattern都不一样 所以一方面可以省钱 那二方面可以节电 然后最后是透明足迹扫了再买 就是在超市你看到一盒饼干 用你这个app去扫了之后 就会发现说它的价格之外 其实还有价值 它造成环境的哪些负担 之前财阀的记录啊等等 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发起 就是不要说抵制了 监督监督这样子的一种运动 那它也把这个农地工厂啊 包含农委会经济部等等的数据 全部这些涂层都套底 也在这样子一种参与实验证的概念上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社会创新 绝对都是社创 那但是呢 他们经过总统培黑客送 大家评审之后 其实他们就会获得什么呢 获得一个奖杯 那这个奖杯它的样子呢 就是台湾的样子 那两片玻璃 这个代表两面山脉 结合而成 然后呢 包含他们在解决的SDG问题 甚至用摩斯电码 把SDG刻在上面 但底下是一台小的投影机 他只要打开这个投影机 就会投影出神主牌 就是说我们总统颁奖给他的画面 就会出现 然后呢 总统就会承诺说 你们花三个月做的这个社会创新 在接下来一年里面 我们会用尽方法 把你们的这个想法 变成我们的国家的施政重点 国家的施政计划 那所以 不管是部会的主秘啊 或者是 这个地区的这个 研考会主委啊 等等 如果本来是有点推托啊 不想要给资料啊 或者是不想要编预算啊 不想要修法规啊 那你只要把神主牌投影出来 他们就马上去开会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做法 就是确保说 不是我们主导 他实际上创新的这个方向 还是由社会 由民间部门来主导 好比像说空气盒子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那但是所有这些好的主意 那在大家的投票 变成前五强或前十强之后 我们都会尽一切的力量 去帮助大家 但是还是不是主导他的方向 所以他们还是得 自己跑去群众募资哦 等等 好那想要问说 对于韩国这个赵斗春事件 有什么看法 对于出狱之后 竟然还住在这个受害人 五百米左右 有什么看法 那许多韩国人民 并不满意这个判决结果 后来事件被翻拍成电影 就是所谓的希望 这个为爱重生 我真的是才刚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 形成什么看法 那但是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 如果所谓居住在受害人 这个五百米附近 这个让大家觉得 很不舒服的话 那我是觉得这个 当然是我们所谓的 social justice 就是大家可以透过 参与师的方法去讨论 怎么样是正义 或者是正义的边界 是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是确保说 同样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 不只是他个人不会再犯 而是说 未来类似他这样子的事情的人 都不会再犯 那这个里面有很多 不管是治疗的部分 生活重建的部分 等等的这些部分 报道者好像有做过一个专题了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像刚刚讲到 义愤天鹰的这个感觉 当然你是可以导向特定的人 但是也要看说 导向特定的人 会不会导致 之后在同一个结构里面的人 都不会再做一样的事情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 转移到这个方向来的话 那义愤天鹰当然是很爽 但是就是事实上 对社会的正义并没有帮助 但如果你可以试着 把一些这个力量 导向到后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结构上 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那不管是对于 他本身的再犯 或者是对于 就是整个社会的安全 我觉得都是比较帮助的 那有70岳的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委员 如果要成为跨领域的人才 有什么是最需要具备的要素 其实对于跨领域所谓斜杠的这样子一个人才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常态 所以不用特别做什么 自然大家都会变成跨领域的人才 反而是专精于特定的领域的发展 我们可能把它叫单杠好了 单杠才是比较需要花时间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不管是刚刚讲到了假讯息的危害 或者是气候的变迁 或者是要怎么样子防治大的这个特定流行传染病等等 或者是刚刚讲到的社会正义怎么确保 那没有一个是能够用单一学 没有用简单的自己去做什么社会介入 然后就解决的 如果可以的话早就解决了 因为它是所谓的wicked problem 就是各个领域联动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想要解决都是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变成跨领域的人 会变成必须要自发看到一个purpose 那互动去跟不同领域 不同文化的朋友互动 然后呢共好达到这个共同的价值 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意的只是说 像我自己小学二年级那样子 就是背标准答案背得多好 解得多快等等的这些题目的话 那当然很容易就会陷入 就是单纲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想最需要具备的要素 其实是一个negative liberty 就是free from什么 那就是我们不要有一种 好像每个人是用个人对个人 去进行比较进行竞争 那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变成好像是 世代跟世代之间 地区跟地区之间 场域跟场域之间去竞争 那其实只要把这些竞争架构拿掉 变成是说团体跟团体 政体跟政体 当然还是会竞争嘛 那但是个人跟个人都没有这些竞争 只要把这样子的framework做出来 那这样的话自然大家都会变成跨领域的人才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心理的一些账币把它拿掉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变成说 好像over specialization 但是当然如果你对就是非常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单纲非常多年非常有兴趣 那还是非常恭喜你 这个能够找到就是一件事情这么专心致志 非常的不容易 那当然我想对于绝大部分的人 想要解决比较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的朋友的话 我想跨领域会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 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但是如果我在晚上睡不到八小时的话 我会在中午去睡那个八减N小时 去把它补上 但是因为我通常晚上都有睡到八小时 所以没有这样子 其实因为朋友们问说 有没有看咒术回战 或者是鬼灭之刃 会不会这个rap之呼吸 那当然是没有时间追剧情 我现在看影集或者看电影 看什么的方式 都是直接去看他的summary 不管是他的危机牌课 像刚刚那样子 或者是看剧本 因为我看字是特别快的 但是实际去 就是等那个一个一个frame的动画 是特别慢的 所以我现在是 比较没有时间去实际看这个 我今年一整年下来 好像唯一只进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 因为看他的剧本没用 那就是天能 因为看他的剧本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重点是要感受他 对不对 不是去理解他 那所以我就感受他 感受了这个完整的感受之后 就立刻就去睡 那那一天就睡了十个小时 是我就是一年睡的最长的一次 十个多小时 其实 那但是一醒来就发现 全部豁然开朗 全部都看懂了 觉得非常高兴 对 但是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体验 今天大概比较没有时间追剧 好 那有六十四位朋友们 想要问一个问题 关于各位同学 因为匿名性 好 比如说这位朋友不是匿名 是代码 叫做FER 大写C冒号令 问说这个 因为匿名性而随意发表 无关紧要 亦或是恶搞的留言内容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很棒 是大家的创意 是否会感到同学 对于议题的不关心 或者是不尊重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我想其实所谓的民主多元性 就是这样子 总是会有行政官员觉得 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 但是到最后 却证明是很重要 因为就是大家对这个社会的关心 是普世的 所以好比像说 像我们在PTT上面 确实是有一些假账号 什么 但是战方当然都有处理到一个程度 那但是我们就会看到说 在八卦板被推的等等 好比像说去年12月 说这个武汉是不是有新的SARS的案例 那李文亮医师的那个截图 被PO到这边 是一个叫No More Pipe 一位年轻医师 那这位PO上来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政府并没有什么觉得 它是重要或者不重要 那说不定也有可能是恶搞 对不对 都有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所以就确保说 在底下推文的朋友 里面不乏 可能前四楼是带风向 其实没有真的看 但是总是有专业的五楼 就是他有这个专业而且又可以看完 又可以第一个留言 那就是第五个留言的 那所以这个五楼就会留言 那留言的时候他就会说 按照他的专业 这个东西看起来真的是真正的意见报告 或者是说 从他专业看起来 这个还真的会人传人等等 所以事实上之后 当他就是多推几楼的时候 慢慢就出现一个粗略的共识 就是这个看起来是真的 那当然后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我们写了信给WHO 当然没有人回我们 然后在隔天之后 这个武汉来的班机 就有了登记检疫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从我主观觉得无关紧要 是无关紧要 不是真的无关紧要 而是说是大家觉得重要的 那大概就是重要的 那至少值得我花时间 去了解说 为什么大家会投票 把他投上来 所以并没有真正无关紧要的事情 那这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李文亮一时才能够 就是拯救我们 这个两千三百万被朋友 那在同一个时间 也就是12月31号 显然他的长官并不这样子想 当地的警察局 这个也不这样子想 所以就告诉他说 这个是无关紧要 亦或恶搞的留言 那他就写说 这个就是问他 是不是能够明白 以后不能再po 这种恶搞的留言 那李文亮一时就写说 能明白嘛 对不对 那所以后来当然就出现了 不能不明白事件 对 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靠民主的方法 来做议程的设定 因为有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不知道 大家觉得重要的 那我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来知道说大家觉得重要 就算他觉得重要的理由 我一下子搞不清楚 但是我一向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 不会是大家的问题 那有六十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认为自己在学校教育 学不太到东西 只要有兴趣的事物 自学反而更有效果 委员会建议干脆不要念大学 自学就好嘛 当然啊 我也是 就是只要有机会 就会建议大家不要念大学 所以这个是 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像我刚才讲的 十八岁就成年了 父母如果要你念大学 那你也是可以说不的 只要签字就好 好了 还没有三读通过 不过快了 对 那无论如何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本来十八岁以后 要不要念大学 是看大学对你有没有价值嘛 那大学对你有没有价值 就像刚刚讲的是 有没有问题意识 那问题意识要怎么形成呢 当然是靠有兴趣的事物自学 所以就是顺序总是自发先嘛 自发先 然后再互动 再共好 那大学当然在互动共好上面 可以帮一些忙 但是当你自发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 你先花个半年 花个一年 花个两年 去对这个兴趣 把它探索到一个程度 好像玩一个游戏 就是在地图迷雾的时候 你先开地图 开到一个程度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啊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说 你要去就是哪一个大学 或者是哪一个大学的学程 看起来比较适合 就是让你能够有 就是技能术啊 或者科技术啊 等等的协助嘛 那如果你这个迷雾都没有打开 那只是说一开局 就在那边建城堡 那完全是看运气 对不对 那所以我的具体的建议 确实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那有62位朋友们 想要问一个早餐店的帅哥 显然是有看博恩的朋友 问说对于pronehub 被关掉的什么看法 pronehub是什么 他有被关掉吗 好像没有被关掉啊 好像还在啊 那当然就是说 有的时候网络上面 也是会出现一些 就是偶尔可能连线不到啊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嘛 就算是就是Google 那么大的集团 也很难幸免于难嘛 昨天也有一阵子是连不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是他自己违孕的问题啊 等等 但是刚刚看起来 好像也有还在搜寻情里面 虽然我是没有点进去了 那所以看起来好像是 并不是真的有被关掉 那但是如果是 食物上面有被关掉的话 应该也不是 我们这边去把它关掉了 我们这边就是不解析域名 是只有.tw这边 我们有做过一次 twnik有做过一次 不解析域名的事情 31t.tw那一次 那但是刚刚看起来 好像是.com 那.com我们当然是 不会去不解析它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感谢这位 认真的朋友的问题 这位早餐店的这个帅哥 好 那有61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委员 懂 基本上你什么都有了 懂 有钱懂 有能力懂 有想法懂 有权有势懂 但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人生中最终的目的是 要往哪里去懂 毕竟这个世界 看似再聪明 有再多东西懂 最终都什么都带不走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做永续发展 就是说希望世界 在登出的时候 比我们登入的时候好 所以带走的是 未来的后代的朋友们 把我们所做的工作 带走嘛 这就是为什么 我都是在睡前 会确保说 我email都有回 或者说我主资稿都有公布 或者是说 YouTube上面的影音 都有公布 因为那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说 如果我睡一觉 那明天就起不来了 那至少不会有一些东西 卡在我脑里 然后跟着我一起 被带走嘛 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看法 因为我在四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主治医师 告诉我说 这个我必须要活到 能够开刀动手术 动那个新式中卫确寸手术 那如果没有活到 那个时候的话 那大概就是 只有五十%的几率了 可以活下来这样 那所以 当然我十二岁有动手术 所以现在身体 还蛮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但是 我从四岁到十二岁 就是人格形成 最核心的这段事情 我一直是活在一个 就是我每天睡觉 那就是好像 骰一个骰子 如果骰到一的话 大概就醒不来的 那样子一种情况 就是那个 constitution check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一向都养成说 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好像 我今天做的事情 会受益的人 是我自己 所谓带得走的这个看法 而是说 我今天做的事情 受益的人一定都是 我如果醒不来的话 那后面的人 有没有可以因此 就是 让我登出的时候 或者世界 稍微某些特定的部分 比我登入的时候 要稍微好一点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不会特别去出征 去复仇 去什么 因为那个只对 我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醒不来 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 如果是结构性的 可以让未来 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的话 那我醒过来 是很有意义 没有错 我醒不过来 也还是很有意义 所以就是 醒不过来 也有意义的事情 我就做 那我如果醒不过来 就没意义的事情 我本来就不会去做 我会拒绝去做 那所以 我也觉得这位朋友 练习了八年之后 虽然真的动了手术了 可是这个思考逻辑 就一直跟着我 到现在也还没有改变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在意 唐凤这两个字被乱用 因为对我来讲 我是一直是 真的是处在 全部抛弃著作才安全 以及人格权 肖像权 因为我明天反正 可能醒不来 所以都是用CC授权释出 那也就是好像自己 已经死了50年 或70年 这样子一个态度 再跟大家分享 有64位朋友们问说 你小时候的成长过程 感觉并不是那么快乐 请问你有没有 忧郁的情绪过 有啊 当然了 有的话是怎么处理 其实我觉得忧郁是很棒的 就是说如果有看过 那个脑筋急转弯的话 里面这个物种主要情绪 那同样是怒怒 我们刚刚在讲 这个假讯息危害的时候 大概都是讲怒怒 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说怒怒 可以就是turn personal 那就是怒怒到 金金到燕燕 的这样一条路 反社会 anti-social media 但是如果你是想说 那未来这件事 可以怎么样 不要再发生 那就是怒怒到 悠悠到乐乐 就是pro-social的这条路 那悠悠的这个阶段 虽然它在电影里面 感觉上就是 很爱哭不想动等等 那但是事实上 悠悠这个阶段 才真的是我们可以 有点抽离 我们自己的这个看法 因为你如果一下子 就从怒怒到乐乐 那很容易就是因为 你对于这件事情 充满了热情 所以跟你本来的立场 不同的人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他 就是清造的时候 大概都是这样子 但是反而是清遇的时候 就是稍微有点悠悠的情况的时候 你是可以真的抽离开 自己的这个本位的观点 真的可以用一种 所谓overview effect 这样子一个状态 去看整个大局 就是悬眉边站 那有这个悬眉边站 这个Melanie Client 叫做The Depressive State 或者说State of Concern 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 concern不知道怎么翻 这个很中肯又很审慎 肯慎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去看每一边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又有睡眠充足的话 确实醒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说 原来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有一些新的角度 我们可以透过永续 透过包容的方法 然后去想说 好比像说 我们如果不要去吵结婚跟结姻 而是可以去结婚 但是不结姻 那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同意 那所以这样 这种非常创新的想法 所谓结婚不结姻这种想法 又叫做超连结法案 的这样子一种想法 就是在悠悠的这个状态 待足够久 因为你如果一直在怒怒的状态 就是一边说这个婚姻是 家族跟家族之间的事情 年轻人16岁的 只是被推出来做代表 真的以前是这样子 那或者是新的这边 就是婚姻是两个人中间的事情 是登记了才生效 跟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两个当然是两个极端 而且很容易怒怒 然后惊惊 然后就奄奄去了 如果有拿过那些小卡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如果从悠悠的 这个角度去看说 那是不是有可能说 我们先不要急着做什么 而继续想说 是不是有可能 婚这个字跟因这个字 去公投的人 脑里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因为其实2007年以前 确实是仪式婚 2008年以后 确实是登记婚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因的这部分 我们就把它放掉 不用去发明 什么女媳 儿序 什么之类 新的16种家族称谓 好像32种 随便 不用去发明 这些家族称谓 就说那结婚 但是不结因 瞬间 这个创新就出现 那创新出现之后 就有乐乐的空间 大家就可以去散播 这个欢乐无法党的 这个气息 事实上全世界 好像今年台湾是几乎唯一 可以就是 靠同志游行 来散播欢乐无法党的一个地方 Anyway 那所以 就是说 透过怒怒 就是觉得社会有不正义 不公义 然后悠悠 去考虑每一边的情况 然后呢 真的想到一点点创新 然后乐乐 在悠悠的情况 其实是最久的 就是要跟问题相处 足够久的时间 那这个只有悠悠的 这个情况 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业 欢迎大家多多尝试 这样的情况 好 那有66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看待死刑的问题 应不应该废除这个问题 应该不应该废除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多问 那之前也有一些民间的朋友 试着去问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同样是在悠悠的 那个状态问 不是在怒怒那个状态问 去问说 在死刑的诸多替代方案里面 有没有哪些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或者在有一次随机杀人的时候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叫高嘉良 他po了一个叫做Police的一个系统 应该是Police第一次在 应该当时是苹果即时新闻 就是在大的媒体 主流媒体使用 就是让大家 不管是支持死刑 还是反对死刑 去提出一些个人的感受 然后对每一个感受 可以投赞成或者反对 那到最后很有意思 就是说很激烈赞成 跟很激烈反对死刑的人 竟然有一个共同点 两个事实上 一个是说 死刑跟随机杀人一点关系没有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们都不是很相信司法 不是很相信法官 那一边是不相信法官 那所以这个很可能有冤案 那另外一边是 不是很相信法官 所以觉得法官呢 会放走不应该放走的人 那但是无论如何不相信法官 这个是共同点 那所以其实就算是像这种 看起来是二元对立的事情 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中间共同的价值 尤其是有个案出现的时候 这个学理上叫 就是重叠式公式 Overlapping Consensus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 去进行工作 何必要他不相信法官 但你总相信自己吧 那所以呢 你来当法官好了 这个就是国民法官法 那或者是说 如果你觉得说 随机杀人跟这个死刑 真的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另外去看随机杀人的这一部分 也许是在社会的安全网上面 也许是在 就是我们的近战患者的 多元的支持上面等等 那这部分 这个跟死刑又脱钩了 所以你是可以 好比像我们当时处理UberX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辩论 到底什么是共享经济 就是明明是打零工的 怎么可以用共享这个字 不是只有平台合作主义 才能够用吗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种非常悬的东西 因为我们如果讨论这个 大概就是四年之后 我们还在原地打转 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那到底纳税吗 纳保吗 纳管吗 等等这些非常实际的事情 那各方真的有共识 那我们就直接拿这些 粗略的公式变成 我们就是接下来 往下一步的这个制度 所以我是觉得 看待死刑问题 或其他的二元对立问题的方法 就是不断地透过 overlapping consensus 去找到一些 正反双方或者多方 都觉得是共同价值的 然后在那些价值上面 有点像结婚不结印一样 然后大家去创新 找到共同可以做的事情 那58个朋友们问说 怎么样看待两岸的现况 那当然我觉得太平洋两岸 目前是这个实无前例的这个情况 那就是不管是从台湾的这个角度来看 或者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都是所谓的bipartisan support 他们那边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的朋友 忽然都发现说 我们不是只有地缘政治 这个军事上的重要性 也有科技上面的 绝对不能这个让掉台积电的那个重要性 那也有在民主制度上面 甚至防疫上面公共卫生上面等等方面 这个重要性在今年都提升非常多 那这个也不只是太平洋两岸 也包含太平洋中间 好不像我们跟纽西兰本来就有NSTAC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是防疫上面 还是其他民主制度上面 我们都有越来越多具体的合作 那本来是两岸 就是台美的GCTF 就是国际训练架构 那现在日本也加入进来了 变成一个三边的这样一个方案等等 所以我觉得太平洋两岸现在的合作是在史无前例的密切的情况 那就是你若要问海峡两岸的话 你要写海峡两岸 好 那OK 有五十七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请我叹气 这样子唐风就变成了iPhone 那当然是可以的 OK 好的 那OK 有位朋友突然问说川普会不会当选 这位朋友可能是这个四年之前来的 那我想跟各位说这个 确实四年之前 不管民调怎么说 川普是当选了 五十四位朋友们问说 108课纲 给学生更多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要发展的领域 但是也给予同学探索的时间 但是高中以前老师都说 学生都拿那一段时间耍费 那么我也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耍费很棒 我觉得耍费是最棒的 因为如果你不是耍费的话 你没有办法看到本来好像 就是你没有时间注意的一些事物的一些细节 所以耍费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那个道德经里面说 人要这个常无欲的时间 跟常有欲的时间 常有欲的时间 你就只能就是看到你本来想看的东西 但是常无欲的那个时间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本来意料之外的东西 一些比较奇妙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耍费是非常棒的 应该要鼓励耍费的时间 那如果在这个耍费的时间 就是耍费有了一些心得 那说不定就会有一些新的发明出现 好比像说就是什么 拿个宝特瓶打来打去的那个罗马经济 似乎就是在耍费的时间 发明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但是这个其实是非常棒的东西 就是它真正的意义上的社会创新 因为不管它是规则 它的赛事 它的随便什么东西 大概都是所有的参与者一起制定的 而不是什么奥林匹克委员会来制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这种耍费的 它突然之间而止大于一的 变成社会创新的这些潮流 我觉得都是对于民主的深化 有非常好的帮助 因为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民主或者是共同治理 是每四年才上载三个委员的东西 而是随时随地在任何的活动上面 都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民主的共同治理 也包含slido在内 所以我对于slido的这个最新问题 就是耍费区 我一直都不会关掉它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劳逸结合 就是讨论一些比较认真的东西的时候 但是偶尔也稍微就是搞笑一下 我觉得是特别棒的 好 那因为我已经这个就是说直到45分了 那所以接下来刚好下一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 谢谢大家